第1031章 思念的目间 后 完蛋了 西芙林松开手 看着眼前陷入迷雾幻境的三人 只能发出一声无可奈何的叹息 他的心血归流已经发动 但这奇迹是需要本人愿意才能生效 但他们根本不愿意脱离幻境 沉溺在求而不得的梦想中 完全没有回应他的奇迹 西芙林此刻终于意识到 反射阶梯的恐怖 他需要树狮缠绕迷雾 才能制止吊闪 但一旦迷雾缠绕过多 树狮就会深陷到自己构筑的幻境里 这是一个陷阱 一个令人心甘情愿上当 却又无法摆脱的致命陷阱 弗瑞雅最想要的 其实是自己的爱能得到回应 他不仅深爱亚修 也深爱自己付出的一切 他的爱是病态的 绝对的 但也是感动自己的 但正因为他如此狂热 所以才会毫不动摇 安南跟所有喜欢亚修的人都截然不同 他或许是最不恋爱脑的 亚修虽然令他心动过 但也仅此而已 如果不是遇到弗瑞雅 如果不是魔女 他未必还会牵挂亚修 但正因为那么多人喜欢亚修 所以他才会也想要 他是那种 就算不结婚 也无所谓的事业女性 别看他天天抱怨魔女离国 给他增加了多少工作量 但暗中成为福音最高执政者 其实让他欲罢不能 他是那种爱权势 爱享受 还有野心与宏图的坏女人 但同时 他也有柔弱的一面 想要一个能庇护自己的感官 所以亚修不仅是他心动的选择 也是他最好的选择 现在拥有至高为宇的术师 一位是繁星至高 另一位就是亚修 如果能成为亚修的伴侣 安南距离为所欲为 就只差一步 但不是说安南就不忠诚 倒不如说 在所有喜欢亚修的女性里 她的忠诚度仅次于福瑞雅 因为爱情可能会变质腐朽 但利益同盟却是稳弱金汤 在梦中天国的恋爱战争里 西芙林认为只有三人 无论发生什么事 都愿意接纳亚修 第一位是福瑞雅 第二位是安南 看得出来 那位女仆的内在 是何等利于熏心 她看向亚修的眼神 简直就像是要将她生吞活泼 她是安南更极端的版本 安南好歹 还想依赖亚修 她只是想将亚修榨干当宠物 倒是塔玛西让西芙林有些惊讶 她还以为黑鸭还搞不懂自己内心 没想到 黑鸭已经察觉到 自己对亚修的感情 除了胜负育于有意外 还掺杂着男女之间的情爱 不过黑鸭还很青涩 或许是从未学过相关知识 所以她只能一点一点摸索 只是方式充满压杀劲的风格 暴力中又有点可爱 西芙林虽然能完全洞悉他们的梦想 但于事无补 迫不得已之下 她只能用奇迹直接伤害他们 但就算遍体鳞伤 他们也未能从幻境挣脱出来 甚至灵魂的伤势 也因为色彩填充 也迅速愈合 色彩填充 西芙林一正 才发现自己的伤势 也翘无声息 愈合 新色彩占比 悄无声息 越过95% 此时她想对自己发动 心血归流 也已经来不及了 她的思绪变得缓慢 灵魂变得轻飘 意识被缓缓拉进迷雾幻境 小蝙蝠 其实早就该逃跑的 但她就是 没法放弃他们 都怪弗瑞亚在知识之海捡到她 在那之前 西芙林早已习惯独自一人 但遇上魅娃之后 她越来越难忍受孤独 甚至故意 将弗瑞亚 调到自己的医院里 她成了血圣族最大的一位 一直喜欢亲近魅娃的蝙蝠 如果弗瑞亚 安南 塔玛西 都死在这里 只有她自己活下来 以后 回到只有一个人的日子 那西芙林 宁愿跟他们一起迷失在幻境里 如果她逃跑了 过上几百上千年 变得冷血 肯定会觉得 现在的自己很幼稚 但西芙林觉得 幼稚的自己 是最快乐的 所以说 都怪亚修 如果她没出现 魅娃 还是魅娃 紫飞蛾 还是紫飞蛾 黑鸭也还是黑鸭 小蝙蝠会成长成冷血的蝙蝠 不知道我的幻境是什么呢 西芙林放弃抵抗 意识彻底沉入迷雾幻境 就在这个时候 他们身上浮现出四条丝线 西芙林的丝线 最为飘渺 但清晰可见 弗瑞亚 安南 塔玛西的丝线光艳万丈 四条丝线刺破反射世界 连接到遥远的虚空 随着丝线被轻轻奏响 他们的幻境发生了些许变化 等候大厅里 亚修就注意到他飞奔过来 抱着他旋转一圈 将他拉入怀里 亲吻他的额头 我已经定好餐厅了 魅娃的身体变得软乎乎 紧紧抱着亚修不放 我们去吃饭吧 不 亚修笑道 我们先去泡澡吧 呀 弗瑞亚瞬间脸红到耳根处 低着头羞涩说道 你怎么知道的 伊苏皇宫 正在跟王臣们 敲定规划细节的安南发现 会议连接突然中断 他看到亚修放下手中的 术师手册 挥了挥手 你们退下吧 大殿很快就变得空荡荡 只剩下他们两人 安南疑惑地看着亚修 亚修拉着他走下王座 说道 我们去泡澡吧 嗯 安南眨眨眼睛 无可奈何地叹了口气 你还真是 那走吧 千怨天国 欺凌亚修 欺凌得气喘吁吁的塔玛西 感觉自己身体变软了 明明维持关节剂 对他而言非常轻松 但他却越来越提不起力气 好像亚修给他下了毒一样 再这样下去 会被挣脱的 不过 塔玛西却没多少不满 无论他打败亚修 还是他被亚修打败 都可以 以后再打回来 就是了 只是这次 他忽然想试试 如果他不认输 会发生什么事 我们去泡澡吧 亚修突然说道 黑鸭眨眨眼睛 不过两人衣服都浸透汗水 这个要求合情合理 于是他爽快放开亚修 好 一起的 亚修补充道 塔玛西张张嘴 忽然发现 自己心里有些胆怯 但他立刻战胜弱小的自己 绝对不能在亚修面前认怂 没问题 思念领域里 抛在浴池里的亚修 有些迷茫 没明白罗斯的想法 帮忙 我能怎么帮忙 很简单 罗斯拉动 思念思线 让所有思念都有归属 让所有承诺都能兑现 为了收走最甜美的思念 你的记忆可能会变得模糊 不过就算是这样 触觉你也不可以偷懒 要让他们的思念 如同萤火般绚丽的绽放 你不让我发展其他信徒 那你就要好好工作 我会 让你 稍微配合一下他们 浴池蒸腾的白雾里 忽然响起四下 跳入浴池的水声 亚修看着他们的身影 逐渐清晰 微微一正 旋即无脸 发出一声复杂的叹息 你们 披着欲镜的芙瑞雅 茫然地看着大家 怎么说呢 安南歪了歪脑袋 两枚紫金耳坠 随之晃动 我好像不是很意外 塔玛西根本说不出话 他双手捂住脸 但 视线透过指缝 紧紧盯着亚修 不过最迷茫的 应该是西芙琳了 我是谁 我为什么会在这里 我接下来要做什么 这难道就是 我的幻境吗 我原来是这样的人吗 虽然我 确实经常幻想 这种画面 也想过参与其中 但但但 五 红宝石山上 四位女术师 从反色阶梯走出 筋疲力尽地 坐在地上休息 他们已经无暇理会 自己成为第一个发现 反色蜜毒的树诗 对自己攀登到 树诗圣地红宝石山 也没多少感触 纷纷沉浸在自己的思绪里 一时间 大家都沉默无言 芙瑞亚幸福地傻笑着 浑身散发着香甜的 气息 连瞳孔都变成爱心的形状 安南慵懒地 靠着山石休息 嘴角微微上翘 似乎在回味什么 塔玛西双手抱着膝盖缩起来 脸上的红韵 仍然没散去 她轻轻咬着大拇指 脸上除了羞涩 还有强烈的不甘 仿佛觉得自己刚才 还能表现得更好 西芙琳直接躺在地上 感觉整个人都燃尽了 西芙琳 芙瑞亚的声音充满 说不出的甜蜜 她将小蝙蝠拉起来 笑道 太好了 我们一起成为传奇术师了 嗯 西芙琳有气无力地说道 媚娃抱住小蝙蝠 脸蛋贴着脸蛋 我们以后会一直都是好姐妹的 这点请务必饶了我 第1032章 四位魔王 那一千年完了 恶魔必从监牢里释放 出来就要迷惑四方的列国 她的羽翼渊远黑暗 遮天蔽日 她是来自中末的恶魔 埋葬文明的观者 大地断裂万里 滚烫流金的熔岩如血流淌 绵延万里 在大地之极地之下 深渊之极渊之中 昼夜承受痛苦的恶魔 将要破困而出 她的愤怒足以主干知识之海 她的怨毒足以轻浮时间 大陆 梦想阶梯因为她的残暴而失色 红宝石山陷入永久不息的震动 她要让地上动刀兵 要让天空不得安宁 天堂坠落凡尘 亵渎者的血 必须在圣战中流尽 亵渎者的身躯 必须被最锐利的毛 贯穿回深渊之极渊 永生永世 求于黑暗 哪怕看见一丝阳光 都会被烧穿 瞳孔 如此 众生才会敬爱天堂的主 天使 从四方来 他们的羽翼比阳光耀眼 连起来 就是一面旗帜 恶魔之血滴落在上面 要留三天三夜 才能回归大地 神落了 降下的神迹 如同羽翼数不清 看不尽 足以将世间万物 翻来覆去 灭绝三千次 他们御驾轻征 踩着尸山血海 执掌世间所有知识 洞察过去与未来 拥有毁天灭地的暴力 在绚丽星海之下 他们就是众神之神 但在洁白的旗帜 也能被恶魔之血染黑 直至腐朽折断 再伟大得神迹 也能被恶魔之手污染 是四位地上魔王 他们是怨毒暴力的化身 混乱邪恶的象征 末日审判的恶魂 欲望贪婪的巨献 他们是诸神之神 弑君之君 他们是来掀起腥风血雨 将世界献给忠末的恶魔 天空下起无穷无尽的血雨 将泥土染成暗红 天使一位接着一位陨落 神的荣光 未知玷污 众生再也感觉不到平安喜乐 文明迎来决定性的转折点 迎了一千年的正义 在圣战一败涂地 自此以后 正义由恶魔定义 终末的恶魔被拉出囚笼 当阳光照亮他的羽翼 天使逃亡了 神也退却了 但世界的未来 在这一刻已经结束 他的六道羽翼 庞大到不可思议 全力展开 整个世纪便处于他的统域之下 收缩回来 所有生灵的命运 都将被羽毛轻抚收敛 他的第七道羽翼 像极恶魔的尾巴 风锐如剑 斑斓若独 舞动的姿势 漫妙优雅 轻轻一扫 便是漫天华彩 他为万物带来死亡 将不朽铸成权柄 在四位魔王的簇拥下 他一步一步 踏上七重天堂 善地追随他 恶地侵慕他 光明地渴望他 黑暗地也袭击他 他是超越一切的存在 是神位 万物肚上的色彩 忽然 他转头看向 身后的灵魂魔王 他死寂的视线 仿佛是一道道真实的锁链 令魔王浑身僵硬 不敢动弹 他伸出手 对准魔王的眉心 亚修 发现自己被弹了一下额头 他低头看了看 发现被子还好好盖在身上 内衣也好好穿着 心里暗暗松了口气 他眼角瞄到帐篷门帘有人影 顿时眼睛一亮 掀开被子一角 露出里面的隐约风光 扯了扯亚修的衣袖 懒洋洋说道 主人 来一起睡回笼觉吗 就在这时候 菲利克斯探头探脑 往帐篷里面瞄了一眼 一脸果然如此的表情 帮他们拉上门帘 也好 亚修平静说道 维希眨眨眼睛 悄无声息将被子掖得更紧 知 守火 在他曼妙的身体 形成更加保守的女仆装 小腿绷直交缠在一起 仿佛下一秒就要窜出被子 不过他的表情与语气 仍然娇媚地动人心弦 来啊 我最喜欢靠着主人的臂弯睡懒觉了 他顿了顿 楚楚可怜地提醒道 不过主人你轻一点 被主母们发现 就麻烦了 菲利克斯喊不醒你 怕你出了什么事 所以才喊我过来看看 亚修头都没回 问道 在野外陷入难以唤醒的沉睡 我认识的幽魂先知 不至于警惕性低到这种程度 都怪主人你昨晚不留我一起睡 小女仆在梦里梦见主人 一不小心就沉迷进去了 戴达罗斯告诉我 你昨晚从他那里拿走了不少树林 亚修说道 你现在组了一套完整的树林体系 还有预言系的知首火与魂锁神灵 你到底在做什么 剑蛮不过去 维希便坦白了 反正也不是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 我昨晚用了奇迹 魂牵梦营玉之梦 但或许是因为 以魂锁神灵作为核心效果太强烈 我完全沉浸在梦境里 一时间无暇顾及现实的动静 亚修有些奇怪 魂牵梦营不是攻击性奇迹吗 怎么还能跟玉之梦扯上关系 在幽魂传承里 他们可是差点被魂牵梦营团灭了 堪称传承一大难关 因此印象非常深刻 我可是灵魂预言双系半神 更是极少数精通梦想派系的术师 维希倾笑道 你们觉得魂牵梦营是攻击奇迹 是因为你们的眼界仍然在半神之下 但对于拥有术法神殿的半神而言 奇迹不再是单独存在的模型 如何运用存乎一星 不过也可以理解 因为凡人术师使用奇迹 必须一个接着一个使用 哪怕同时使用两个奇迹 也必须维持奇迹的独立性 无法将它们合而为一重组 想要将两个奇迹组合成一个新的奇迹 术师必须进行常年累月的实验 才有可能成功 亚修一正 难道半神不是 维希摇摇头 当然不是 在我们拥有术法神殿后 我们就可以让树灵在神殿里 预先构筑奇迹 而且奇迹的对象 也不再局限在现实里 甚至可以将其他树灵 奇迹作为施法目标 我的魂牵梦营玉之梦 其实就是用魂牵梦营 强化玉之梦 虽然我也不是不能融合这两个奇迹 推导出一个新的术师 但对于半神来说 这是极其低效率的行为 用一个奇迹 强化另一个奇迹 这就是最基础的奇观结构 说得兴起 维希直接做起来 假如说树灵是一个点 那奇迹就是多个点形成的平面 凡人术师穷尽一生 也只能在平面下功夫 燃尽生命 创作出一幅幅 色彩斑斓的画作 但半神可以构筑出立体模型 所以我们的视野 不需要局限在平面结构 只需要思考 如何搭配这些画作 让它们互相影响 重叠形成更强大的威能 奇观搭配当然没维希说得这么轻巧 让两个奇迹彼此强化 而不是彼此冲突 能做到这一点 至少需要半神级别的术法境界 不过亚修从中能 看得出半神与术师 迥然不同的构筑思路 术师是以某几个树灵作为核心 从而构筑出一套树灵体系 半神也可以用神灵作为核心构筑体系 但神灵过于稀有 半神未必拥有称心如意的神灵 就算没有神灵也是正常 但没有神灵并不意味着 你就没有任何机会 你还能以奇迹作为核心要素 构筑奇观 最容易构筑的奇观 就是用其他奇迹来强化核心奇迹 通过量变达成质变 令奇观发挥出神迹的威能 维希以前就是凭借奇观规模 硬生生杀出幽魂先知的威名 简而言之 有神灵可以组上分排组 没神灵也可以组烂分排组 只要你真的想进步 你总有参与排局的方法 那你梦见什么了 我先说明一下 维希说道 这是我从预言传承获得的一个诀窍 我从预言内预知自己下次经历相同事件的情况 预言内容会大幅增加 但准确度会出现偏差 我称之为连依效应 在命运长河里 我经历关键事件后 必定影响我后续的人生 就像将石子投进河里产生连依 我们都是河里的鱼 预言就是鱼探出头 观察前面的河流 因为产生连依 所以我能更多波纹更多未来 但也因为是激荡的连依 所以准确度无法预料 可能准确无误 也可能截然相反 所以这种预知对我来说是锦上添花 聊胜于无 确实 幽魂先知的威明 并不是单纯靠杀出来 更在于没人抓得住他 一个报复 心中又实力强大 而且还擅长反预言与伪装 逃跑功夫 天下无对 一旦你松懈下来 就杀你全家的混蛋 光是想到这里 亚修都有点想直接为民除害了 亚修很快反应过来 你在预言自己下次晋升的具体情况 维希刚经历的大事件 有突破众星求龙 参加天使狩猎和晋升半神 现在众星不在 目前也没有第二位 原天使级别的存在 他唯一能知道 也是最想知道的 莫过于 他怎么才能晋升六亿神主 其实跟我们晋升半神的情况差不多 维希想了想 说道 感觉应该是你先帮我们晋升 然后你再开始晋升 但这时候神主们要阻止你 所以我们 帮你抵抗住神主的进攻 等你晋升完毕 一举成就数法至高 就带着我们杀上天堂 值得一提的是 你是从地底里爬出来 维希若有所思地说道 难道那就是所谓的地狱 那四位魔王 毫无疑问 就是剑机 魔女 迎灯与维希自己 亚修则是从地底里 爬出来的终末恶魔 维希以为亚修会激动起来 毕竟这也是侧面印证 六重地狱存在的证据 然而亚修只是点点头 看起来有些低落 低下头 不知道在想什么 维希眨眨眼睛 悄无声息 揭开女仆装胸口的钮扣 将裹着白丝的双腿 从被子里抽出来 凑近说道 其实这种预知梦准确度非常低 譬如我前世晋升半神后 也进行过预言 梦见自己 能捡到天国晋升神主 也不能说完全不对 毕竟我 后来确实抢到了梦中天国 但问题是我一个神灵都没有 根本没有高举天国的能力 我会做这个梦 大概率还是因为最近事件的影响 譬如你一直都在说地狱 而我们又刚得罪了神主 于是乎我就预知道 你会从地狱里爬出来 带我们杀穿天堂的梦 想到梦中的画面 维希嘴角露出浅浅的笑意 如果真有这么一天 就算没有锁链我也会追随你 第1033章 我遇见未来的见机 说起来 维希你前世晋升半神后 在哪里活动 亚修忽然问道 你又不愿意成为神主的天使 维希思索片刻 我主要在泥南天国 鬼秘天国 盗王天国 这些公共天国活动 亚修一正 公共天国 就是那些神主陨落后的无主天国 隐藏在人间各处 由多名半神共同持有 经常会变动位置 维希说道 在里面会生成法则碎片 甚至能产生野生树林 我就是依靠抢夺法则碎片 和吞噬树林 来凝聚我的盗贼之意 可惜六国划分 地理 与我那个时代完全不一样 我也不知道 那些公共天国在哪了 维希笑了笑 呢喃 天国有一道树林 与拉拉肥合煮的料理 我感觉亚修你 绝对会很喜欢 不过 你要是给我一点时间 说不定 我也能复刻出来 亚修灵魂天国里的树林 听得瑟瑟发抖 多半是真实存在的 维希也可能进去过 所以 他才会将自己在地狱里的履历 平易到公共天国 亚修也没指望 维希能通过回忆履历 发现问题 如果死狂说的是真的 那这个世界除了他以外 其他人的记忆 连同过往 都已经被乌洛波罗斯影响 梦里的我 跟我一样吗 呀 维希一时间没听懂 你在梦里看见的 那个未来的我 亚修轻声说道 看起来像是我吗 维希心想 这是什么傻逼问题 但他抬起头 注意到亚修眼神里的茫然 与忐忑 简直就像是幼稚园 没人接的小朋友 希望路过的大姐姐 能接自己回家 他便弱了 哪怕他是拥有灵魂天国 与至高为宇的半神术师 但此时此刻 他比拉拉肥还要不堪一击 可能他自己都没意识到 像灵魂半神 寻求关乎未来的主观提答案 是多么危险的行为 虽然不知道为什么一往过去 他就变成这样 但毫无疑问 亚修居然不小心在维希面前 露出最为虚弱的一面 心灵破绽 大到维希几乎伸手 就能掏出他的心 支配他的魂 原来他是这么软弱的 术师吗 为什么我在众星国度的时候 没能拿下他 亚修这种下意识 寻求依赖的行为 绝对是日积月累 形成的习惯 正常术师早已习惯 独自消化情绪 根本不会在别人面前 暴露自己的弱点 在众星国度近半年里 亚修理应露出过这种破绽 但维希居然从来没发现 这时候 他忽然想起 那个名为伊古拉的心灵术师 没有比现在更好的机会 幽魂先知心想 红宝石锁链 灵魂天国 至高为雨 亚修有太多 值得维希出手的理由 仿佛命运终于垂帘维希 重生以来的苦难 将一抹蜜糖 抹在他的唇边 他只需要轻轻一舔 就能获得这份甜美的奖赏 我不知道 亚修一正 或许你认为 我很容易就能动戏人的本质 维希给亚修到了 杯水 说道 但人是非常复杂的生物 就像我始终无法理解 你为什么会喜欢 飞立他们那些影子 甚至为了他们 而试图拯救众星 明知错的 却还是喜欢 明知 没有希望 却还是要赌上性命 他怂怂间 我很难理解 蠢货的思维逻辑 你不也一样吗 亚修喝了一口就放下来 随口说道 你不还是为了获得力量 而赌上一切 维希摇摇头 为了力量 可以 为了爱情不值 亚修笑道 勇士殉意 贪腐殉财 各视几位智者 视对方为愚人 总而言之 我不确定梦见的人 到底是不是你 维希江水 一饮而尽 说道 虽然跟现在的你 不一样 但说不定 你会为了谁 而暴露出残暴的一面 也可能为了谁 而变成那种可怕的表情 所谓预言 就是好的 相信 坏的不要 难道我预言不出 我成为神主的画面 我就甘心 当一位半神 亚修 我不知道 你到底知道什么情况 但如果你想咨询未来 我永远都会给你 亚修的衣领 眼神里满是桀骜 那就是 我成为数法之高 众生 都成为我的奴隶 包括你 亚修愣愣看着女仆 忽然失声一笑 无可奈何地叹了口气 我死的时候得想个办法 拉你一起陪葬才行 嘿 迪亚猛地掀开门帘 气鼓鼓的模样 仿佛是来抓一对 刚起床就做深蹲的狗主仆 然而映入眼帘的 却是维希 揪住亚修衣领的画面 魔女一正 立刻转身往外面跑去 大喊道 女仆是主了 快来人帮忙啊 四柱神叫车队 收拾好营地 准备出发之前 亚修召集其所有主要人员 包括戴达罗斯 与菲利克斯 维希 悄无声息 贴到威瑟后面 小声问道 听墙角的感觉好玩吗 你知道 虽然是这么问 但威瑟并没有多惊讶 维希能注意到 维希笑容不变 你的荧光都渗进帐篷里 我想装不知道 都有点难度 昨晚亚修找我检查记忆 你应该也听得一清二楚吧 只是担心有些女仆包藏祸心 下课上 反过来支配主人 威瑟悠悠说道 现在看来 应该是我多虑了 亚修没注意到他们的闲聊 率先说道 接下来 我们要回去加勒士 戴达罗斯提醒道 现在我们大多数人 都是 不受欢迎的人 虽然凭借亚修五名半神的武力 凡间应该不存在 能阻止他们为所欲为的势力 但他们畏惧的 并非是凡人 而是凡心至高 在进入虚境七层之前 凡心至高就说过 群心照耀之处 皆为至高庇护 如果他无法让恶人受罚 罪人受刑 以后还会有谁相信 数法至高的威严 我知道 但我有必须回去的理由 亚修看向菲利克斯 我要回去菲利克斯的别墅 寻找伊古拉与哈维留下的 痕迹 众人对视一眼 但相比起昨晚 他们脸上没有多少惊讶与担忧 默默等待亚修的下文 在解释之前 我要告诉大家一件事 亚修环视一周 说道 昨晚 我成功登陆了六重地狱 并且在里面 遇见未来的死狂剑机 第1034章 不讲道理 有双标 秘密 是令人着迷的漩涡 每一位干员在认识亚修的时候 都无一例外 认为他是神秘莫测的坏男人 毕竟亚修拥有鬼秘莫测的底牌 疑似 古老仙魂的附生 还跟四柱神 有简不断理还乱的亲密关系 这简直就是 幽魂先知的豪华典藏版 在被拉入队伍的初期 渐进魔女迎灯 都有一种走上歧途的期待感 他们总觉得 自己是加入了一个 隐藏在世俗之下的邪恶组织 观者带着他们一起变强 只是前期投资 为未来颠覆世界做准备 当他们暴露在世人眼前的时候 就会吹响战争的号角 他们将会夺取国度的政权 毁灭世界的支柱 与军队厮杀 与神主交锋 燃指至高无上的力量 仔细想想 邪恶组织该干的大事 他们好像已经全都干过了 然而随着关系拉近 他们对亚修也彻底屈媚 他们无比清楚地意识到 亚修这家伙 确实是邪恶的坏男人 他邪恶就邪恶在 招募他们进队伍 并不是为了力量 而是为了 他们 虽然亚修现在 肯定敢打包票 说自己最初没有任何不纯的想法 而且非要较真的话 除了剑机 确实是在虚静跟他变得亲密以外 魔女与银灯 其实都是出于现实的原因 进生半神的时候 差点就拖后腿了 因此 除了剑机以外 没人可以控诉亚修跟 女术师组队是图谋不轨 亚修可能也觉得很冤枉 他又不是分不清轻重的傻子 一个彼此信任 共同进步的亲友队 跟一个勾心斗角 每天就想着怎么将 别人踢出去的奶茶队 他当然更倾向于前者 直至到他发现 自己喜欢剑机的时候 也还在幻想 自己能跟剑机在现实里 偷偷摸摸谈恋爱 在虚静里 则是要维持正常的战友关系 以免影响队伍里的气氛 但这个世界 没人会陪你停下脚步 你对现状心满意足 别人可都想着进步呢 别的不说 你让维希甘心当被 锁链捆住的囚徒 他肯甘心就有鬼了 虽然亚修的坏男人 属性逐渐变成 归宿时垃圾回收站的坏男人 但他 神秘莫测 这个标签 却始终没在干员们心里摘下过 先不提他总是能闯进 各类传奇及大事件 也不提他能掏出 各种各样奇特的资源 更不提他在半神晋升仪式 与四名干员共享虚异 但光是他能跟干员们 组队登陆虚静 还是强制性的 这一点 就代表 他藏有难以想象的庞大秘密 以前剑士浅薄的时候 索尼亚以为 这是传奇术师 才有可能施展的奇迹 但现在 他已经是半神未接 对亚修的 手段仍然是物理看花 就像同一剑士 外行人只觉得好厉害 内行人才会发现 有多离谱 其他人也是一样 包括维希 相比起红宝石锁链这种 有迹可循的 支配灵魂 亚修远距离 将它强制召唤到 虚静这种行为 其实更能颠覆 幽魂先知的世界观 你抢到灵魂天国 可以 毕竟有银灯帮忙 你抢到至高圣碑 可以 毕竟有萤火绚丽之机帮忙 你能让萤灯 与萤火绚丽之机帮你 可以 毕竟你曾经拿命去拼了 但凭什么你能跟人组队啊 全世界的术师 都是单人游戏 就你 能带着女术师 进行多人游戏 就算你是虚静 失散多年的私生子 也不能这么过分啊 现在他们 隐隐意识到 亚修即将要向他们坦白 自己最珍贵的秘密 几乎不约而同的 剑姬 魔女 银灯 维希 都朝着菲利克斯 与戴达罗斯靠近一步 隐隐形成 对他们两人的包围圈 银灯与维希就不说了 剑姬魔女虽然有些犹豫 该狠下心来的时候 他们不会有丝毫迟疑 菲利克斯表情 变得煞白 戴达罗斯 仍然平静如狐 然而亚修白白手 在旁边木桌旁坐下 干员们有些困惑 但也纷纷坐下来 菲利克斯与戴达罗斯 自然也得留下来 你见到了 未来的我 索尼亚撑着下巴 好奇问道 多少年之后的 还漂亮吗 有看见 未来的我吗 迪亚握紧小粉拳 几乎要在桌子上站起来 我未来会变得成熟性感吗 你们关注的地方 是不是有些问题 亚修问道 你们现在不觉得我在发疯吗 众人对视一眼 索尼亚在桌下 踩了踩亚修的脚尖 你昨晚跟维希做了什么 我们全都知道 亚修一正 旋即反应过来 福音神灵 别说帐篷 就算亚修布下 奇迹结界 也不可能阻挡福音 全能的渗透 虽然魔女没有凝聚第五虚翼 也没有驱动神灵的原理 不过她本来也是利用 纳比斯汀的传奇术师电池 来驱动神灵 现在她不再受到福音神灵的威胁 还能将福音神灵 供养在数法神殿 只要魔女愿意 整个世界对她来说都是透明的 你居然宁愿相信 才认识不到半年的女人 也不愿意相信 我们会信任你 深找找剑圣 对着她的脚尖猛踩 屈悦嘴道 我们只是抱有怀疑 又不是真的不信你 迪亚新想 索尼亚认识亚修 好像也不到一年 而且还只局限在虚静 再减掉她被关进 重新国度与维希日夜 共度的半年 索尼亚与维希的游玩时长 到底哪个更胜一筹 还真不好说 不过她当然不会指出这一点 毕竟她的游玩时间 比见机还短 我其实对自己的记忆 也抱有怀疑 所以才拜托维希检查 不想让你们知道 只是不希望你们担心 那你就是更相信 维希 我是不在乎维希单不担心我 亚修有些无奈 如果是你对了 我错了呢 难道我要拉着你也一起错吗 为什么不可以 索尼亚双拳重重 砸在木桌上 咬紧下唇 直勾勾盯着亚修 一起错就一起错了 难道我是正确的伙伴吗 而且 万一是你对了 我错了 那我 怎么办 你要我跟你认错吗 我没有这么想 但你就是这么做 只要我们站在队里面 就肯定有对错 索尼亚狠狠踹了亚修一脚 我可以向教授认错 向母亲认错 向所有人认错 但你别指望我跟你认错 一次都不行 我才不愿意低你一头 亚修苦着脸 为什么啊 因为其他人 索尼亚低下头 手指在木桌上画圈 不会陪我一辈子 亚修一正 感觉到刚刚小腿 被踹痛的地方 正在被羊皮靴轻轻磨蹭 一旦出现分歧 我可以怀疑你 但你不可以不相信我 索尼亚似乎刚起床 没怎么整理发型 刘海锤在眼睛前 将她刁蛮的眼神 切割成一节节扭捏的视线 撒娇也好 哀求也好 打起来也好 总之你要想尽办法 让我跟你站在同一边 真是不讲道理 有双标的女人 既不能付出绝对的信任 看见别人相信我又不爽 还要我想方设法 死皮赖脸 先取得她的认可 出现分歧 必须得大家一起 对一起错 绝不允许 发生我撇开她恶意正确这种情况 但不知道为什么 亚修就是拿她没办法 好吧 亚修笑道 就算非得战斗和哀求 我以后也一定会说服你 站到我这边 撒娇呢 索尼亚抬起眼睛 看见亚修嘴角微微上翘 她知道索尼亚想听什么 但她就是不说 见机轻咬下唇 有点生气 但也有点好笑 羊皮靴跟亚修的钢底靴 轻轻磨蹭 在桌底下 进行着无人知晓的嬉戏 其实主人做得对 围洗手捂住胸口 优雅说道 因为我从来没担心过 我一直都无条件 相信主人的决断 微色嘴角扯动 在浴池里 是谁有条有理 分析出亚修有病 说到这个 女仆你检查记忆的方式 是不是有些问题 迪雅悠悠说道 哪怕需要肢体接触 但牵手跟亲吻 好像也没什么 本质上的区别吧 好了 回到正题 亚修轻轻一拍手 表情严肃起来 我见到的人 只有来自未来的死狂见机 但从未来返回现在的人 不仅仅只有她 终末观者 死狂见机 黑白魔女 迎灯禁竹 幽魂先知 假设她没说谎 这群来自未来的 时空漫步者 就是我们五人的 未来身 正是源于他们的安排 我们五人 才会被联系到一起 为了让我们更好的组队 他们甚至亲自 引导过我们 避免我们因为 现实的事情 而妨碍虚境的探索 亚修看了一眼队友们 你们或许也见过 我的未来身 索尼亚与迪雅一正 陈锋德记忆 渐渐浮起水面 那个督促我练剑的幻影 我逃离高塔时 曾经跟我 对话过的人 在第一次进入虚境之前 我就已经在 碎湖监狱里 见过剑机的幻影 是她教会我 最基础的术师知识 亚修说道 在来到福音的第一晚 魔女的幻影 也来探访过我 他们的出现 都是来引导我 更好地跟你们接触 倒是威瑟与维希的幻影 没有出现过 维希自不用说 她加入队伍的方式 跟你们都不一样 亚修看向威瑟 你有见过我的幻影吗 威瑟思索许久 摇了摇头 我没见过你的幻影 不过 我可能见过未来的我 幻境龙允许我 召唤出不同世界线的 分身 然后我通过 记忆共享等手段 与他们分享术法境界 我的术法派系 也是依靠这种手段 才能博彩仲长 在正式加入你们队伍之前 我遇见一个自称 世界线与我相似的分身 他提醒我 将会被拉入一个术师队伍 队长名为亚修西斯 怪不得你这么快就融入队伍 迪雅恍然 但你那时候 不是跟亚修还是敌对的吗 是啊 我从一开始 就打算刺探情报 看能不能布置陷阱 抓住这群 阴魂不散的追踪者 威瑟贪贪手 翘起腿笑道 没想到反倒是 自己陷进去了 看来 只有我没见过了 维希磨牙道 但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这条红宝石锁链 恐怕就是未来的我 给我准备的礼物 其实维希早就怀疑过这种 可能 毕竟作为灵魂半神 他就算反抗不了 神主级别的支配奇迹 至少也能摸清楚 施法痕迹 锁链成为亚修的囚徒 神主断然无法 做到这种程度 只有他自己可以 干 你自己给自己 打了一条狗链子 自己不带 用来坑过去的我 威瑟忽然问道 你们 见到的观者幻影 跟亚修性格差别大吗 索尼亚与迪亚对视眼 纷纷摇头 没有多大区别 亚修有些奇怪 但我记得我以前 见过的剑机幻影 与魔女幻影 其实跟你们 有一定的差异 只是那时候 我没想到这种可能 所以没有深究 也就是说 亚修见到的幻影 可能是真实性格 但你们见到的观者幻影 必然是 角色扮演 维希分析道 假如他们真的是 重生归来 至少也是数年 乃至数十年后 而你们还年轻 性格远没到定型的时候 不可能数十年 仍然初心不改 而且如果我没猜错 策划这次 多人重生的主谋 应该就是 未来的亚修 只有这种情况 才能解释 未来的我 为什么会为亚修 准备一条支配我的锁链 虽然气得烧穿肚皮 但维希不得不承认 假如他重生回过去 利用以前的自己 他肯定也会打造一条 能支配自己的锁链 没有人比他更明白 自己有多桀骜不驯 与不择手段 任何道理 利诱 威逼都没有意义 只有一条绝对的狗链 才能确保 自己会乖乖听话 就算 未来的维希 出现在维希面前 维希绝对不会听他任何屁话 先想办法拘束对方的灵魂 慢慢搜查记忆 因为连他自己都清楚 他才不会帮助别人 哪怕是过去的自己 他重生的唯一可能 就是夺取过去的身躯 再次挑战数法至高的道徒 如果未来的你们 重生了 一直沉默的菲利克斯 忽然插嘴 为什么他们没有 直接取代你们 就像幽魂先知那样 没错 大家之所以能这么快接受 未来的自己重生这个情况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 维希 他是真的重生者 假如算上复活 他已经活出第三世了 维希心里有些猜测 跟亚修对视一眼 亚修微微点头 我们每个人 都是流金河里的一滴河水 我们的流向 就是所谓的命运 但我们的流向 是不确定的 因为未来还没发生 就算是预言神迹 也只能猜测 我们可能的轨迹 但重生者不一样 重生者是带着 自己的轨迹回到过去 也就是说 在时间与命运眼里 重生者的流向早已确定 假如编织众生 未来是一场考试 那术师重生过去 就等于给命运 带来一份参考答案 一位术师的重生 并不仅仅代表他自己 还包括他曾经 接触过的千万人 甚至可以说 如果有术师 从一百年后返回现在 那通过他的经历 命运能直接编织出 未来一百年里 所有人的流向 如果重生者不按照 原定的流向行动 命运就会让他求不得 放不下 爱别离 愿增慧 只为了令他 变回参考答案 命运也是会偷懒的 既然提前一百年完成工作 那就不会允许你 破坏这份正确答案 关于这一点 亚修看了一眼维希 幽魂先知 你应该是感受最深的 维希脸上再无嬉笑 平静如狐 虽然他第二世 重生前期 比第一世顺利 但他第二世的成就 却连第一世都不如 他第一世 还能找到二周目神灵重生 但第二世 却始终无法染指任意神灵 反而是隔了几千年复活后 风雨雪之君 立刻就给他带来 盗窃神灵的机会 而且成功大半 就是织守火神灵 降格成树灵 他也是准备复活步骤的时候 才意识到 重生并不是捷径 而是绕远路 如果重生真的能弥补所有遗憾 那流离始祖 应该才是最强大的神主 时间派系 才是最强大的术法 但现实却并非如此 怪不得 他难难道 我重生之后 预言术师的数量与强度 都大幅上升 原来是因为我的重生 导致未来更容易决定 重生了 也什么都改变不了 戴达罗斯轻声说道 就像注定的宿命一样 这种事也太不奇迹了 宿命 命运修正力 你们听过他很多别名 亚修说道 但正常世界并没有这种东西 这是重生的附属品 当你选择重生 你就等于将未来的宿命 带给过去的世界 一开始 所有人都是未知的 直到有人 从未来将宿命带回 魔女恍然大悟 所以观者他们不直接取代 我们的原因 是因为不想 让我们被宿命限制 感觉有点奇怪 索尼亚 听到观者 我可能会搞混 观者 死狂 黑魔 幽魔 静卓 这是他们彼此之间的称呼 我们也这么称呼他们吧 亚修笑了笑 周末观者是四柱神 给我的代号 我一点都不留恋 但我还是喜欢 叫你见机 但我还是想你 叫我见机 同时说话的亚修与索尼亚 微微一正 有些好笑的对视一眼 坐在亚修旁边的迪亚 立刻举起小手 我也要 我希望你叫我女皇陛下 亚修 无奈看了他一眼 低头汗手恭敬说道 遵命 我的女皇陛下 迪亚 没想到亚修居然照做 但他看到亚修恭敬的态度 却一点都不开心 他不缺喊他女皇陛下的臣子 回到福音到处都是 他真正想要的事 你还是喊我女儿吧 嗯 亚修眼神微妙地瞥了他一眼 你确定 迪亚立刻 回想起那个混乱邪恶的梦 瞬间脸红到耳根处 连连摇头 不不不 你还是喊我魔女吧 威瑟问道 那么 死狂出现在你面前 坦白他们是重生者的秘密 是怀着 什么目的 其他人我不知道 但如果我再次重生 我的目标 绝对不是为了帮助过去的自己 走上巅峰 维希扯了扯自己的项圈 丝毫不掩饰自己的怨念 没有比这条锁链更好的证据了 简单来说 当六重地狱彻底消失的时候 亚修一字一顿说道 他们就会取代我们的存在 第1035章 不要惹他们生气 昨晚 六重地狱 为什么地狱消失 你们就会取代我们 亚修结问道 或者说 难道地狱不消失 你们就不能取代我们吗 死狂挨着断裂的石柱 抖落手上的烟灰 烟灰还没落到地上 就消失无踪 刚才死狂说出 我们要取代你们的时候 亚修毫无犹豫 直接出手 然而却斩了个空 死狂并不是存在于现实 而是只有他 才能看见的幻影 跟当初在碎湖监狱 遇见他的时候 一模一样 他能用烟头 灼伤亚修的掌心 亚修却碰都不碰到他 我们一直都可以取代你们 他平静说道 只是付出的代价不一样 最理想的状况 其实是等你们 全部晋升数法至高 那时候 才是丰收的季节 你们抵达了我们重生前的上限 就算接管你们 也无惧被命运限制 亚修的心情 一点点沉下去 彻骨的含义透彻脊椎 你们重生前都是数法至高 如果死狂 等人只是神主层次 那亚修他们 这群半神 说不定还有抗争的机会 但如果 是一群数法至高 其实你不必这么惊讶 这并不是什么丰功伪计 难度甚至远不如 你从繁星手里 夺回一半至高圣碑 死狂倾笑一生 只要你能成为一个文明里 活到最后的五名术师 你也能成为数法至高 活到最后 我们五人之所以 从未来返回过去 原因很简单 死狂呼出一口烟雀 漫不经心地说道 我们世界线里的术师文明 已经被乌洛波罗斯吞噬 我们就是最后的五位术师 乌洛波罗斯 亚修 回忆起梦里那条色彩斑斓的大蛇 吞噬世界之蛇 那条追杀你们 一直追到地狱的怪物 死狂的表情 瞬间变了 他上前 揪住亚修的领子 历生鹤问道 你跟观者同调了 我不知道什么是同调 亚修平静说道 但我好像获得过他的视角 见证过你们的行动 死狂直勾勾盯了他好一会儿 才松开手 将他推开 没所谓了 反正也是迟早的事 亚修也不在意死狂的无理 追问道 乌洛波罗斯到底是什么 他毁灭了术师文明 乌洛波罗斯 是古往今来唯一一位 八亿术师 亚修愣住了 哪怕他知道死狂 没必要在这种细节欺骗自己 但他还是觉得难以置信 现在袁天使死了 繁星才能晋升七亿至高 但为了诛杀袁天使 繁星他们谋划了多久 就连繁星国度 都是为了搭建出众星求龙这个舞台 花费上千年光阴 才等来一次机会 甚至差点就被亚修破坏了 而且要知道过去 肯定有无数位神主 试图诛杀袁天使 繁星他们也是 踩着前人的经验 才布置出这个绝妙的杀局 更别提袁天使 可是一直都在红宝石山 简直是 无比显眼的靶子 但还是托了神主们无数个千年 如果真的出现八亿术师 就意味着第八个也死了 但问题是 连四柱神都不知道 第八个在哪 更别提神主们了 就算乌罗波罗斯 真的是八亿术师 那他为什么要毁灭术师文明 但这些都不是重点 亚修问道 他为什么会跟着你们 来到我们的世界线 你们的世界线 出了一位八亿术师 牛逼 八亿术师要毁灭文明 牛逼 但关我们什么事 他是追着我们来的 死狂 一点也不避回自己的责任 一脸不在乎的 模样 乌罗波罗斯是超越维度的生物 我们曾经尝试穿越到乌罗波罗斯 还没诞生的时间点 结果乌罗波罗斯 也从未来追过来 将那个世界线也毁灭了 所以 我们是数法之高一点都不稀奇 你猜我们到底 喝过多少至高圣杯 拥有过多少座世界秘语 盗取过多少虚境知识 只要你亲手埋葬过足够多的文明 你也能轻松成为数法之高 呀羞妈了 结果是你们引过来的呀 死狂耸耸肩 虽然我们也猜测过 乌罗波罗斯会沿着时间线 将数十文明的过去 现在 未来 全部吞噬 一旦诞生 就意味着万物迎来终末 不过 这应该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所以 没错 确实是我们引来的 对于这种连文明都埋葬过 不知多少个的存在 亚修知道 单纯的道德谴责 对它毫无意义 只好问道 既然你们想等 我们晋升数法至高 才取代我们 为何现在又 因为乌罗波罗斯吞噬地狱后 他就能直接 入侵这个世界 死狂手里夹着的烟 已经烧尽 他平静说道 而这次 是我们最后一次 回到过去的机会了 我们逃不掉了 当他进入这个世界 你们没有任何 还手之力 甚至意识都意识不到 他的存在 但如果是我们 我们还能想办法 迅速晋升数法至高 与乌罗波罗斯 殊死一战 你们太弱了 死狂看着亚修 明明看上去只是 一味欲解 但言语间 却裹挟着 足以碾压亚修的 沧桑与傲气 是时候将一切还给我们 还 亚修几乎都要气笑了 当然是还 从你来到 这个世界的第一秒开始 我们就可以取代 你们的存在 你们能活到现在 是因为我们允许 而不是你们应得 这不就是抢劫逻辑吗 明明是我的人生 我还要感谢 你们允许我拥有 但那也是 终末观者的人生 死狂瞥了他一眼 假如给你一个 回到穿越前的机会 不 假如你现在可以选择 自由来回 术师世界与原世界 你会在乎自己 剥夺了原世界 亚修的人生吗 亚修瞬间哑火了 过了片刻才勉强说道 这种假设 没有意义 死狂问道 那假如你们 遇到我们的情况 你们也可以 沿着时间线往回跑 你会带着剑机他们 剥夺过去的亚修 过去的索尼亚 他们的人生吗 甚至不会伤害别人 因为消失的 只是过去的自己 如果是夺赦他人 无论会不会做 亚修 至少还能判断出 对错 大不了 就宽以律己 言以待人 只允许自己做 不允许别人做 但如果是 重生到过去的自己 就像维希用 二周目神灵 重生到小时候 真的可以说 他杀死了 二周目的自己吗 看见亚修陷入沉默 死狂轻笑一声 不必回答 有些问题 并不是为了答案 而存在 我只是让你明白 我们确实有取代 你们的必要性 更直接点说 六重地狱被吞噬之后 你们肯定就要死了 还不如让给我们 大闹一场 我们并非想取代你们 而是不得不取代你们 而且 就算我们大发善心 也没用 死狂说道 乌洛波罗斯 每吞噬一层地狱 就意味着 我们的世界线 与你们的世界线 越来越接近 我们与你们 直接会互相侵蚀融合 等六重地狱消失 要么是 你们被改造成 我们完美降临的容器 要么是我们被改造成 你们完美吸收的残魂 你可以赌一下 后者的可能性 亚修眼里露出凶光 死狂他们 可是埋葬了 数个文明的时空漫游者 而索尼亚等人 只不过是20岁左右的 年轻女术师 要是互相侵蚀融合 必定是死狂 他们彻底吞噬索尼亚 也就维希可能不怕 亚修敢打包票 两个世界线的维希 没什么区别 融合后 顶多就变成一个 更没有原则的幽魂先知 假如他有的话 侵蚀融合会有什么影响 他们的性格 会向我们靠近 死狂指了指自己 有优说道 至于我们的性格 大概比幽魔稍微好一点点 你们以维希 作为标准 也太奇怪了吧 仿佛聆听到亚修心中的怒吼 死狂笑道 因为在你我两个世界线里 也就只有幽魔的性格 没多大变化 那我呢 亚修忽然说道 我能见一下观者吗 死狂摇摇头 你不会想见他 因为你们见面的时候 只能有一位中末观者 继续存在 亚修沉默片刻 那你们为什么 要将这些情报告诉我 难道 我能阻止乌罗波罗斯 挽救六重地狱 推迟你们取代我们的时间 接下来的话题 就等你下一次 就只够你逗留到现在了 乌罗波罗斯 提前入侵这个世界 是计划之外 你能通过那两位同伴的痕迹 渗透六重地狱 也是计划之外 想到这里死狂轻蔑笑道 我本来还以为 你只能趁最后这段时间 享受一下后宫的欢愉 亚修极了 他还有很多问题没问 乌罗波罗斯 到底有什么能力 为什么六重地狱 在历史里被抹去了 伊古拉和哈维还活着吗 乌罗波罗斯的能力 就是吞噬真名 死狂只回答了这个问题 什么 亚修大喜过望 你自己是不受影响的 就像你不会忘记六重地狱 而索尼亚他们 被侵蚀的程度 是一点点加深 如果你能在他们 被侵蚀的时候 就发现苗头 及时扑面 阻止他们的性格 向我们靠拢 就能抗衡侵蚀的影响 虽然就算降低影响 但该来的结局还是会来 好像有点复杂 亚修难难道 看来得学习一下心灵派系 其实很简单 我教你一个秘诀 死狂说道 不要惹他们生气 也就是说 他们就能轻而易举夺 夺取我们的一切 威瑟总结道 没错 亚修点点头 所以 我必须再次进入地狱探明情况 而进入地狱 需要伊古拉与哈维的痕迹 在欧罗拉的术师手册 虚禁探索里 六重地狱的探索选项 是灰暗无法选择 显然只有亚修找到更多痕迹 他才能再次踏入 乌罗波罗斯吞噬的六重地狱 能吞噬整整一层虚禁的怪物 迪亚 有些不安地 抱住亚修的手臂 我们能帮忙吗 那可不只是吞噬一层 而是已经吞噬了 数个世界线的术师 闻名了 亚修心里苦笑道 他没有河盘拖出所有情报 乌罗波罗斯在他嘴里 只是一头有点厉害的怪物 听起来跟繁星之高差不多 他也没有说出 死狂等人随时能取代他们 免得他们陷入自己 随时就会消失的焦虑里 但哪怕是这样 他透露的情报 也足以令人恐惧 仿佛所有人的生命 都进入最后的倒计时 如果伊古拉和哈维 真的在我的别墅里生活过 甚至施法过 菲利克斯说道 那应该存在他们留下的 数法痕迹 亚修点点头 认真说道 虽然可能无功而返 但至少要回一趟加勒市 大家对此 其实没什么意见 虽然亚修目前还是一点 证据都拿不出来 听起来就像是一个奇妙的故事 但编得这么完善 这么惊悚 哪怕是配合他 也该去一趟 就当作是去度假了 他们一群半神在世间行走 去哪都是度假去 还有 你们心情出现剧烈波动 要说出来 亚修认真嘱咐道 青石融合是可以避免的 只要我们及时修整偏移的性格 就可以阻止 你们向死狂他们的靠拢 维希你不用说 你的性格跟幽魔没多大区别 主人 你还真是 当大家准备启程的时候 戴达罗斯忽然说道 我们这里大多数人 都已经上了 繁星的黑名单 除了菲利克斯 菲利克斯一正 想到一种可能 难道 地弥弗斯洛达 现在已经是新一代 福斯洛达公爵 戴达罗斯说道 再加上 你并没有参与战斗 只是负责在后面 构筑术士 属于无足轻重的小卒 他确实有能量 帮你脱罪 四柱神教目标太大 会妨碍 管做你们的行动 但菲利克斯 可以继续做你们的引导 有他这位白名单人员 你们在加勒士的行动 会方便许多 星空下第一美人 看向福斯洛达二小姐 菲利克斯 你愿意吗 菲利克斯下意识 瞥了一眼 亚修 旋即轻轻点了点头 我 没问题 那就这样说定了 戴达罗斯微微一笑 观做 你觉得呢 我觉得很好 亚修说道 但我还想多要一个人 谁 你 众人一正 亚修平静 说道 繁星处觉 你也要跟着我一起走 他怎么可能 让处觉带着四柱神教 在这片大地 再次先锋作浪 这可是索尼亚的故乡 他甚至想过 要不要直接将 戴达罗斯宰了 只是戴达罗斯帮了 剑机他们那么多 而且态度一直都很好 他有点下不了手 而且 他也需要戴达罗斯 代位传话 这次亚修 几乎坦白了自己 所有秘密 却偏偏让菲利克斯 和戴达罗斯在场 就是想借助他们 向繁星至高 和四柱神传递信息 凡人注意不到 半神注意不到 但他不信四柱神语 繁星至高会注意 不到六重地狱消失 带来的违和感 亚修从未想过 自己独自解决问题 明明有这么多 比他强大的存在 凭什么只有他拯救世界 我烂命一条 但凡星你可是 花了数千年的光阴 好不容易 才成就术法至高 现在屁股都没做热 就要被乌罗波罗斯吃掉 我就不信你不接 有锅 至少大家一起背 至于暴露秘密 会不会引起际觎 亚修已经债多了 不愁 灵魂天国 至高为雨 哪怕亚修就此躺平 凡星肯定也会找上门 将他彻底榨干 现在他说 自己未来可能会被 术法至高中 末观者文明埋葬者亚修取代 说不定 还能下得烦心更加谨慎 不敢轻举妄动 戴达罗斯几乎没有迟疑 露出一个艳丽甜美的笑容 恭敬说道 谨遵观座号令 等戴达罗斯安排完毕 四处神交的车队 便再次分流 亚修七人 坐着一辆家常房车 往加勒士的方向行驶 虽然房车很大 但这么多人也有点挤 于是亚修便坐到副驾驶位 顺便思考一下 接下来的行动 不过 他现在能做的事情不多 最迫切的 就是阻止索尼亚他们 被死狂侵蚀融合 但性格改变这种事 是循序渐进 如果他们一点点变化 其实旁人很难注意到 不要惹他们生气 其实就算死狂不说 亚修也没打算惹他们生气 他又不是白痴 惹他们生气干嘛 如果一直让他们开心快乐 就能缓解侵蚀融合 那就再好不过了 只要有我在 他们就不会成为 最先被突破的防线 亚修暗暗下定决心 你让一下 拉开副驾驶位的储物盒 找了一会儿 还是没找到 便更贴近过来找 他现在没有再刻意 掩饰自己的性别 树胸也不再绑了 柔软的半边身子 挨着亚修 垂下来的金发在他 肩上滑落 驾驶室与车厢是贯通的 车厢里 跟其他人一起整理情报的索尼亚 抬起头 看见菲利克斯贴近亚修的画面 红宝石眼眸 掠过一丝紫红的幽光